主耶稣 第二点 第一点是这个 第二点 我们说这是 主耶稣 主耶稣 保学的功效 这是主耶稣 保学的功效 我们来看 以夫所书 第二章 第十三节 以夫所书 第二章 第十三节 以夫所书 第二章 第十三节 我们语统来念 你们重现圆灵神来人 尤其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祂的血 已尽能信心 今天我们说 这一个得在基督里 那是因为 靠我们主耶稣 保学的功效 靠耶稣 保学的功效 下面我想 我就跟大家 来做一些比较 我这样做一些比较 第一个 那就是我们在亚当里 另外一个 那就是在基督里 另外一个 那就是在基督里 又是怎样 第一个 我们看罗马书 第五章 第十八节 罗马书 第五章 第十八节 我们找到了一同来念 如此之说来 因一世的破坏 作人都被定罪 造样因一世的异行 作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 罗马书第五章 刚才我们已经念过 从第十二节 念到 第二十一节 我们说 这几节圣经 非常的精彩 都是一个比较 在亚当里 我们是怎样的 我们在基督里 又是怎样的 那么我们说 这一节圣经 就告诉我们 在亚当里 因一次破坏 众人被定罪 因一次破坏 众人被定罪 众人被定罪 因一次破坏 众人被定罪 而在基督里 我们说 因一次弃刑众人被参与的生命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说我们在亚当里的时候 我们一同被定罪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 那么前面我们有说过 我们是怎么能够在基督里的 那就是因为神亲自的拣选 而是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保靴的动效 那么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被定罪 而这个定罪是怎么样的情形呢 我们说第一个 那就是是罪人的本质和地位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吃那个果子 但是我们跟亚当一样都在罪的诠释之下 今天我们没有犯亚当一样的罪行 但是我们却是生来的罪人 所以我们说 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我们说 那这个被定罪就是定着什么 定成罪人的地位 定成罪人的地位 是罪人的本质和地位 第二个有犯罪的倾向和欲望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从生下来 每一个人就有一个犯罪的倾向和欲望 我看到我自己的孩子成长过程 我就知道 还不会讲话 还不懂事 其实在他的脑子里面很懂 他就会装甲 他就会发脾气 不要说等到他进了学校 在上学校之前还没有人教他 在家里面我们也从来没有教他要做坏 但是他就已经会 原因在哪里 生来就有这样一个犯罪的倾向和欲望 这个犯罪的倾向和欲望从哪里来 那是因为他罪人的本质和地位 那么在这边 因我们主耶稣一次的一行 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这里第一 那就是我们可以再看一处圣经 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一起来念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 第二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恩赐还是由许多过犯而争议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主所赐的恩赐 主的恩赐 使我们 成义 不但不定罪 而且还成义 今天我们说不定罪 那就是没有罪 无罪失望 称义是什么 不但是没有罪 而且还有什么 还有供给 在社会上 一个没有罪的人 那只是一般的人 而一个义人是指什么 是一个有地位 有贡献 是做了好事 今天我们主耶稣坐在我们身上的基督子妹 我们说 在亚当里我们是成为罪人 我们虽然没有跟他犯一样的罪 但是从我们有犯罪的倾向和欲望 肯定我们是罪人的本质和意味 就像亚当 在亚当里我们每个人欠了一百块钱 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在基督里 就不定罪这一百块怎么样 替你还钱 但是耶稣是不是还一百块 不是 他还两百块 加倍领导 对不对 有这样一句话在第五章的好像是第十五节 这个 祈福更加倍的领导众人 在基督里的今天 他的恩典是加倍领导 也就是说 你欠一百块 他给你还多少 还两百 那我们说 欠一百为什么要还两百 多下来的一百是怎么样子 就是给你自己的 从前我是一个穷光蛋 不但没有钱 还欠人的钱 现在呢 我不是了 我不但不欠人的钱 自己怎么样 口袋里怎么样 还有钱 这就是一人的问题 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耶稣 只是赦免我们的罪 罪得赦免 不一定是义人 在我讲到俊翁的时候 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 社会上有一种叫做 刑满失败分子 你说他是罪人 他已经不是了 但是他在社会上 因为他过去犯了罪 虽然现在没有再犯罪 不是一个罪人 不需要坐牢 但是他在社会上没有敌位 今天我们在族呢 我们不仅仅是罪得赦免 一个刑满失败分子 不是从牢里出来 而是我们今天是称义来 今天我们是不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而且我们因主的恩赦免 使我们称义 是一个义人 是有功绩 是有功绩 包括第二 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二节我们一起念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十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时刻云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我们说因为在亚当里 我们众人都犯了罪 其实我们应该说得更清楚 众人都在罪之下 因为罪进入世界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亚当持了晋国以后的后果 有一个就是罪进入世界 死作亡 那这是他的后果 所以我们说 因为在亚当里 我们是在 大家都是在罪和死的 全项 大家都在罪和死的 全项 而今天我们在记录里呢 我们可以看罗马书 第八章 第二节 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 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 因为是生命 圣灵当局 在基督耶稣里 吃饱了我们 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 日子 今天我们在亚当里 是在罪和死的天下 而在基督里呢 我们就脱离了 是在罪和死的天下 犬 是在罪和死的全尸 跟罪和死 进行uration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当亚当吃了禁果的时候 在罪恶死的权下怎么会的 我们看第一 那是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 我们说吃的日子一定死 我们就不念了 那就是灵性的死 我们知道神说的 不是因为这里面有毒 吃的日子要中毒 而是吃的日子 因为违背神的命 就必定死 实际上亚当吃了以后 他还活了九百多年 这个寿命比我们长多了 但是我们知道 他吃了以后 他的灵性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说灵性的死 吃的日子 我们说那是吃的日子死了 第二 我们看西伯来书 第九章 第二十七节 西伯来书 我们一同来念 看着地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皆有生 这个死就是指肉身的死 不是指灵性的死 这时候现在每一个人 在敬耶稣之前 我们的灵性都已经死了 随着亚当 灵性就已经死了 我们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说你自己不愿意 也没有办法 今天亚当 我们的祖先 他的灵性已经死了 他生下来的孩子 这个灵性是活不活的 所以我们说 不但是灵性死 这里还告诉我们 是肉身的死 肉身的死 这个肉身的死就是 人命定的结局 这是人命定的结局 你没有办法 这是人命定的结局 按着命定 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那么我们说 耶稣怎么来救我们 脱离死和罪的律 我们说这一个拯救的效果 我们来看 第一 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六节 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六节 我们找到了一头海见 圣灵 因为我们身心正正 我们是神的 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不但是上面已经说 不再定罪 被称义 而且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我们在地位上 是神而已 我们在地位上 是神而已 第二 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 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罗马书第七章 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我觉得有个理 就是我愿意 对象的时候 天有个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一天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自己中 天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录去 叫我服从那自己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福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去世的生命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是福神的律 我们既然在地位上 是神的耳语 在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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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交战的过程中 有可能是不断的长进 但是也有可能在交战中失败而落龙 在地位上 我们已经是耳语 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在地位上是神的耳语 我们说 在亚冬里面 我们是灵性也是了 肉身也是了 今天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我们不但是灵性得以复活 而且我们知道 有一天我们的肉身 我们这样会改变 与主永远在一起 第三 我们来看 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四节 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四节 今天我们一起来念 人儿从亚当到末期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追过的 也在他的天下 亚当那是那以后要来治人的预想 对 今天在亚当里我们知道死做了 而今天在基督里呢 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 第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就如这一座王叫人死 早上当年也见着地座王 叫人一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了永生 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安典做王 在亚当里 我们看到那是死做王 但在基督耶稣里 那是安典耶稣做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也是两点 第一个 那就是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二节 刚才我们已经念了 那就是罪和死的权项 在这里我们知道了 从亚当到摩西 从亚当到摩西 最进入世界 最进入世界 人在死的全世界 从亚当到摩西 我们知道 那就是罪进入世界 我们说 罪引一人 进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死就临到众人 那么我们说 在恩典做王 这里面的第一点 那就是在罗马书 第六章第十四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 我们说,恩典做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 那怎么样呢?我们说,不再做罪奴仆 不再做罪奴仆,而在恩典 而在恩典之下,死做王,我们说人在死的悬下 恩典做王,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在恩典之下 罗马书第七章,第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我不是,只是非因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为律法说,不过去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然而最诚的机会,就借着贱命叫主犯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律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得的 但是贱命还道,谁又活了,我就死了 他们来叫人活着贱命,反倒叫我死,因为最诚的机会 就借着贱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律法,他因为人的失败 结果,不但没有帮助人,反而被罪必用,来定人的罪 所以我们说,从雅当到摩西,是罪进入世界,罪掌权始作亡 那摩西那时候是律法开始,照理在律法之下,是不是人能够好一点呢? 结果我们说,律法因为人无力遵行,结果并不能改善人的情形 原来神设立律法的目的就是因为从雅当犯罪 一直到摩西,我们说这一段时间始作亡,神要想办法来救人 因此就设立了律法,希望人遵行律法以后 就不需要在始的权下,可以称义 但是我们说,人在律法下,不但没有能够遵行使得自己得到神的义 相反的,因为自己的失败,律法在这里告诉我们,被罪所利用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律法最后成了什么?定罪的执事 那么我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大马蜂的那一个问题 在现场大马蜂的人,派望律法来了,能够改善一点自己的情形 结果改善了没有?如果他的大马蜂得到洁净,当然他可以改善 但是他的大马蜂没有能够得到洁净 因此他的情形更加可怜 原来是大马蜂才可以住在家里 因此律法一公布,连家里都住不了 必须要到旷野,成为一个要犯 所以我们说,律法到最后,因着人的失败,人有罪,人软弱 没有能够帮助人,相反地成了被罪利用的定罪的工具 那么,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第二点 刚才我们这一边的第一点,那是说,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写从亚当到摩西,因人为命 我们说,人就在死的权下,最近的事件 人在最死的权下,也就是死作法 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律法 这还是属于这个对比里面的第三点,就是死作法 律法,因人失败 五法,因人失败,反被罪利用 反被罪利用,成了定罪的 成了定罪的知识 成了定罪的知识 所以,最合适继续掌权 掌权,受网 我们可以看《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九节 我们可以看《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念 若是定罪的知识又逐贸,那正义的知识又逐贸 那正义的知识又逐贸 就会变得大大了 那些律法下的人,相反的排定了这些人的罪。 我们看在这一边的第二点,那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 刚才我们讲到恩典作王,我们不在作罪的路, 而在恩典之下,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五章二节。 我们又接着他,因信得尽如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花儿细细盼望深而妙妙。 今天我们不但站在这恩典中,而且我们还有荣耀的盼望。 不但站在恩典的地位。 而且有荣耀的盼望。 所以我们在这里,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我们做了这样三个比较。 第一个比较,那是在亚当里,众人都被定罪。 而在基督里呢,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 第二个比较,在亚当里,我们是在罪和死的权项。 在基督里呢,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罪。 第三个比较,那是死作网。 而在基督里呢,那是恩典作网。 所以带给网络这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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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看。